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就邀請到了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陳東豪 侯怡 大家好 另外是公民老師 這個黃毅宗 黃老師 大家好 以及技工律師張廷珍 張律師 鄭大哥 大家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媒體工作者 陳敏鳳 大家好 以及星象學會護理事長小孟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這個距離我們的二零二零 總統大選就算今天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再兩天 禮拜六就要投票了 我想這兩天大家也是很緊張 對不對 不知道做什麼事情嗎 我今天特別穿稍微比較紅的衣服 是希望大家用比較快樂的心情來迎接 因為我還是覺得人民做主 這個事情很重要 民主嘛 做不好 我們換掉 做不好 我們繼續做 對不對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快樂的一天 見證臺灣的民主再往前 那在華人世衛只有臺灣有這樣的機會而已 這樣的環境而已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投票 選出自己覺得不錯的人 來主導國家的方向 來 請請教 這一次會去投票的請舉手 只有兩票 這兩票 東豪你不會去投啊 我們叫他抵銷了 什麼叫你抵銷了 因為我們兩個會投的大概不一樣 我們就講好就算了 就不去投了 我去我太也去啊 不是 我還是覺得應該要投票 對 然後你把你太太拉回來 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被我太太拉 我們沒辦法 是喔 算了啦 我們家是女權至上 這樣喔 這個很可愛 家裡面兩個人講好 不過不要傷感情 當然沒有 我們家是女人至上 好不好 我們家是女人最大 這樣喔 張律師你也不去投啊 因為不能分藍綠就保持接默吧 我就看天意啦 看天意 看天意 明星跟天意本來就是會有距離 這天意一直引導的明星 可是明星不一定朝著天意走 對 那所以我們就既然是話外見 你去看天意的意思 他就是要投韓國瑜嘛 因為韓國瑜說我出來選 就是明義跟天意 對 亂講 明星跟天意 明星跟天意 對 但是這個 這要客觀考證 不是說誰輸了算 你是講真的不去投是吧 應該沒有時間去投 沒有時間 你的 那個戶籍是在 在宜蘭 宜蘭 回去就比較遠一點 對 因為很有 韓正這個有理由的 有理由的 說不清楚的 季工失誤 季工叫你要不要回去投 季工是黑色的 他說藍跟麗加菜一起就是黑色 所以兩邊投也兩邊都不要投 藍跟麗加菜一起不是紫色嗎 綠色 黑色 藍跟麗加一起是不是 拜託 水彩幫我們討論 討論 因為黑色 肯定黑色 那還有誰 誰不去投 我啊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酷疑在台中啊 每一年選舉都是我最忙的時候 所以我都沒有辦法回去投票 怎麼會是最忙的時候 選舉 我們以前當記者 你早上 回去 現在高鐵很快 一小時 你剛剛票很難買 你現在買可能 現在可能是不好買 就有賬票啊 我們家有人去投就好了嘛 我們家要投你們 我有拉票補我那一票 OK OK 好 這個想要透過很簡單的 街頭電訪 街頭面訪來預測今年的投票率 那我認為很大家可以見證 就是投票率只有四成 因為五個只有兩個都在投嘛 你又去沒賬下去 你又是沒得到五成 我自己是在問的啊 對啊 因為你以為院長要主持公道中立 我個人是一定會去投 好 那至少也只有五成啊 六個只有三個啊 投票率高不高 董啊 比2016高 比2016高 2016是66% 對啊 因為這次這次大概主要的兩個陣營 的出席率應該都很高 那不用懷疑 會高到多少 現在是高多少 一四年還是 我用六 一二年 一六年是總統大選投票率最低的一次 六十六 六十六 一千 那上一次是七十幾喔 七十四 更早之前 對啊 一二年是七十四是不是 對 七十四 對啊 所以今年會多少 七成有沒有 七字投啦 我再看幾 所以你說七字到什麼地方要看 要看 這個比較不好講 因為今年的 因為今年的公民數也最高嘛 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一千九百多萬 那16年只有投出來的有效票是一千兩百多萬嘛 這次大概一千三一千四吧 你看會不會過一千四百萬票 但是一千三百萬票 一千三百萬一定會有 因為越緊繃 那個動員力跟投票意願會越強 因為這一次合格選民是一千九百三十一萬 你把它乘以七的話 大概是一三五零 一千三百五十萬 如果沒有稍微變成七十幾 對啊 那就有可能是一千四百萬票 正常來說是不好 你不知道大家會均勁到什麼程度 你們也知道 美鳳投票率會高嗎 我覺得會比那個2016高一點 大概六成九 七成左右 那你說會 其實快接近七成了 就差陳美鳳那一票 其實不是 因為2016年是很多藍軍 就是說這個什麼換柱 什麼反正要給他們一個教訓 什麼不去投 那可是經典沒有 藍軍到最後 你可以看到這幾年的氣氛 已經回來了這個集結了 然後我覺得年輕人投票 也不會像以前那麼低 因為你現在 你可以看到 最近都發生很多家庭的鬧劇 就是因為父母跟孩子在賭 賭說這個要投誰 然後所以在對賭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去投票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兒子 小孩就勸媽媽你不要去投 就是跟他們家一樣 媽媽你不要去投 在家裡面睡覺好了 然後媽媽說我們來賭 賭一定是誰誰誰 然後你看我跟你賭的情況之下 我當然去投我要投的人 我才會贏 媽媽跟兒子賭 對啊 媽媽說他一定會去投 對 他是賭兒子不會去投 不是 他賭誰一定贏 然後贏的話 都就是給多少錢嘛 對不對 那小孩當然說好啊 奴子對賭喔 對 然後小孩當然說我要贏錢 我當然也要去投啊 對 很多家庭都是這樣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又要講那個誰的世界 那是賭媽媽的房子嗎 沒有啊 賭幾萬塊啊 下次賭媽媽 媽媽的房子本來是他們的啦 哪一定啊 真的啊 這怎麼不一定啊 對不對 除非家庭有變 如果賭那個幾萬塊啊 說媽媽就會加錢一點說 好 如果你們贏的話 我就多一萬 你們輸的話 我少拿一萬 但是還是要拿 所以他們就會 就小孩一定會去投票 媽媽也一定會去投票 所以今年投票率會高 對 年輕人的投票率會高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先 他爸爸媽媽都是那個韓粉 然後他們是 他是單身一個 他說他一票換兩票 一票換兩票 他爸爸媽媽載出去玩 不然要去投票 說笑話 說笑話 每個人都在眼睛 我又講那個新聞界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也是雲林人 那他呢 過去他小孩 可能也沒有什麼很介入選舉 他這次為了他爺爺要投韓國瑜 趕快寫信給他爺爺 如果你投給韓國瑜 他就不回雲林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寫信給他阿公 對啊 那他阿公就陷入常考 你知道嗎 親情跟那個都 然後這個我們中間 這個新聞界的朋友就說 就跟他兒子說 你不要這樣為難爺爺 所以你就覺得說這一次的選舉 小孩子其實他的動機 或是說他的關心程度是很熱的 其實這個是好玩 就是說有些人就會阻止家人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所以就阻止家人不去投票 或者用鼓勵的方式讓他去投票 藝中有聽到這個 這一次可能也是因為候選人的特性 韓國瑜 韓國瑜是個比較極端的 就是說喜歡他的人非常喜歡 你看韓粉那是鋼鐵的 勒兜也是鋼在那裡 但是你可以相反 討厭他的年輕人也是蠻討厭他的 就是所以他他過去很少看到 有個候選人這麼極端 以前有可能就是成年阿伯 阿伯那個年代 但是二十年來 你很少看到有這麼極端的候選人 那因為他的極端性 然後而且世代上的差異也大 就是說老人家 中老年人喜歡他的程度高 所以我覺得這邊投票率會衝高 那年輕人又不喜歡他的比例 很怕他當選的比例也高 所以這邊投票率會拉高 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說 大家看到兩位前輩的分析 就是說今天投票率一定會比二零一 因為確實我們看台灣歷年來的投票率 只有上一次二零一六年到六十六趴 其他每一次都是七成多 甚至在阿伯那一年都還有到八成 所以阿伯竟然有激情 因為就是好物分明 韓國瑜的情況跟阿伯也很像 他也是好物分明 所以我覺得投票率也拉高 但是至於你說年輕人的投票率 但是我自己觀察是說 年輕人的投票率會不會比上一次多 我們不確定 因為我們看到二零一六年 跟大家分析一下數據 二零一六年年輕人的投票率 二十到二十九歲是55% 然後二十到二十九五十五 對 然後三十到三十九歲是57%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二零一六年那一年大家記得 那個時候當然是太陽花的凝聚 然後反國民黨的情緒高漲 重點是在選前一天 禮拜五晚上周子瑜道歉 周子瑜是個小女孩 年輕人 吹年輕人出來 對 所以那一天晚上 很多年輕人本來不想投票 看到周子瑜那個被迫在異鄉道歉 吹出來 可是吹到這個程度也是五十幾% 對 所以我說那今年的情況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超過55% 我持觀察 但是可以這樣講 應該說今年的情況是 年輕人現在情緒就比較高漲 可是有沒有辦法最後還有一個 選前一兩天 再來一個什麼吹票劑的話 那如果不會的話 我認為要超過55%是有點困難的 可是不要你不要下看 待會兒再說好不好 來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今後告 其實投票是一個很複雜的行為 那裡面有相仇 有感情 有文化 有經濟 還有國家認同 太多了 太多了 那張律師說你有看到一個秘密 對 等一下謙詩講完可以講 我覺得推背圖我一直很遵從推背圖 康熙六十年的推背圖 這個一直很難解開 因為講的是2020年的選舉 因為剛好庚子年 可是我們現在的節系還沒交過去 我們還沒交到老鼠年 因為1月24號還沒到 桂泥 對 可是你看他當時的預測是 我給你拿 我覺得 當時的預測是希望說 你看這個一隻黃牛背上 附著一隻綠頭鴨 那如果很簡單的看就是說 這個是腳走路 屢建的 所以這個是行政院 這是立法院 要監督它 綠頭鴨應該是民進黨 這很顯然的 綠頭鴨是民進黨 綠色的鴨 綠色的鴨 對 那鴨在那個牛背上 牛要被立法院所驅策 所以這行政權是在國民黨手上 看起來是這樣子 所以你是說國民黨未來會掌握立法院 民進黨會掌握總統府 對 這個應該是這樣 可是問題前面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反背 就是朱立倫當時沒選 因為還剩兩天而已 這會準備準備就知道了 你不會覺得說阿太重 那內圖變局了啦 變局 我們之前節目上講過這個 你記得嗎 講這個習大大坐在龍椅上 我們還在照片上講 就是說這個是 所以習大大有的是所謂的大同的 天下大同的天命 他是五爪金龍 台灣再怎麼厲害 就有這個大道 大道的中華文化大道 但他只是四爪金龍 所以叫青龍 所以我們只能最多做王爺 上次我們講過台灣的政局 一向都什麼 豬不白 亂不停 換不行 這個是九個字可以講台灣的史語 因為台灣這個兩百六十 台灣是亂不停 亂不停 豬不白 地理不平靜 豬不白 換不行 要反中央反不成 北京的中央 對 因為實力都不夠 我們太小了 資源不夠 那為什麼變局 就是前面這個有一個 我們之前也講過 這個沒有安瓜在樹上 就是說這個樹倒了 你看這個 這趙叔應該一直驅使 安瓜在樹上 是朱立倫要出來再選的 可是他因為操作錯誤 他取代紅袖珠 所以格 你看這是一級 這14 他在預測16 可到16的時候樹倒了 因為朱立倫自己跳出來選 所以他沒有應那個使命 如果那個局是正確的局 他等到2020朱立倫出來選 跟小英對戰 那這個局就 你的意思是說 丁蓋贏也不要選 這邊就貴一樣 我起來勸他說 我勸他的岳父跟他說 不要選 16年絕對不能選 高藝人 對 但他們沒有接受 所以樹倒了 另外一顆樹站起來 就柯P的柯 你也國師 不是 我都比較好玄 我覺得天意是這樣 我希望這些人照著天意走 可是他們都不照這樣走 所以豬來講 基本上很難再起來 所以台灣的未來方向 最主要在這一本上面 但是他就是康熙六十一年的 推配的預言 在線來講基本上都準 我們在節目上講 你說王院長 爪透煙化為零 但是他在太陽花之後 沒有在最關鍵的時間 出來承擔使命 所以就變成 2014年 沒辦法 對 1516的時候 他應該出來的 但是他沒出來 所以看到什麼祕密 沒有祕密 就是等一下你看 你看這講的 好 這我們看20 時間到才能講 今天是到了 好 你看 這裡有個登天道跟上青雲 騰森讓子蛇 大家都在睡覺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等一下會在籤詩揭曉 OK 給你聽一點 剛剛才發覺到的 今天張律師 有抽很多籤詩 等一下來解 好不好 而且曾大哥 推背圖也有講到 中共到什麼時候會瓦解 真的喔 對 這裡面有一個 他有一個籤 這個是唐朝推背圖 我來說 你來講 因為那時候我應該還在 我95歲 所以要灌腸 要灌腸 要灌腸水療 對 他說天地 不老 會忙 草木繁殖 就代表是說很像 大陸那個時候有沒有 很像不是有發生過 文化大革命嗎 對 所以死了很多人 然後陰陽反背 就是說陰陽很像顛倒了 就是很像本來應該是 後來不是國民黨 後來退的時候台灣 對 就陰跟陽就是顛倒了 上土下日 那再來就是他有說到 99年成大錯 對 他這裡面有一個籤詩 所以稱王子和在秦州 那當初那個毛澤東 好像是在秦州那一帶有沒有 這陝西那一帶起來的 對 所以他們大概 我的推估就是推背圖 大概是說2054 2055左右 對 這個政權可能會下滑 但是現在 會下滑還是說會結束 整個會結束 嚴重的話 或者是嚴重的話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美貿易大戰 我覺得中國不會有什麼 這是它會下滑 但是不會到瓦解 但是要一直慢慢慢慢拖到 大概2054 2055左右 對 它才會整個會往下滑 對 美鳳 2055你幾歲 60 比你小一點 就這樣 事實上刻意要預言 2050年就是一個大浩劫 撐不到2050 地球上撐不到2050年 所以你說545已經到後面了 嚴重的事情 地球上2050年 現在2020剩30年而已 2050年是我89歲 你90歲 2050我90 對啊 對 90我89 所以關鍵的 那時候我們就要掛了 地球都掛了 我們還沒掛 我也不相信 推背圖有兩本 但是這個唐朝的 一千五百元 這是唐朝的 這個是康熙 康熙六十一年 大清康熙六十一年的 最後一版的 康熙作為皇帝 做了六十一年 八歲登基 對 那大陸的仿古本 是長這樣子 那是印本 對 所以這一本是仿古本 仿古的 它仿古 大陸做的這個仿古本 繼續 好 繼續 那再請教一下 逸中 像你現在在教書 當然課堂上 不會去講政治 高中生會關心嗎 會 他們怎麼關心 其實高中生 不要小看高中生 他們雖然不看政論節目 但是他們偷偷找到 我問他們說 你們到底都從哪些管道 吸收到這些資訊 他說他們網路還是會看 學生每天在那邊上網滑 有時候 像那種LINE Facebook 都會跳出一些新聞的訊息 他不會專門去看 他不會像我們好像 每天早上起來 就是報紙打開 不是 但是他們在滑手機的時候 他們多多少少 會跳出一些新聞的訊息 然後他們也會看一些 YouTube的節目 像博恩夜夜秀 最早是他們跟我講的 不然我還不知道博恩 他們告訴我 所以你知道 高中生他們也會接觸到政治 然後像香港反送中 他們都 他們還主動跟我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 反送中的事情 這個是公民教育啊 這就是公民教育 就不是談政治了 但是我說我沒有主動去講 可是他們就是因為 那是那一陣子新聞 大概六月那時候新聞出來 他們都有看到 然後就想 那我當然我去給他們 我覺得 我們自己公民教育 我們當然會把前因後果講出來 就是說香港可能從之前的 怎麼樣 種種的事情 但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些高中生 他們是會關心政治 會關心國家前途 會 多多少少會關心 然後他們的 其實他們偏好 雖然我在課堂上 不會問到這種 比較細節 就說你比較支持誰什麼 但是他們在表達的時候 其實你聽也 大概都聽得出來 他們喜歡誰跟不喜歡誰 他們喜歡誰 反正就是不喜歡韓國瑜 那為什麼不喜歡他 這也是可能諸多的 我覺得韓國瑜從他那時候 高雄市長說要離開高雄市 然後要去選總統 那個時候他整個那個 你知道他的聲望就大點 他講那個Yes I do 對 因為年輕朋友很在意的 就是誠信 像在2018年那時候館長 記得韓國瑜要選總統 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館長不是有跟他一個直播嗎 韓國瑜就跟館長說 你是不是要落跑 他說韓國瑜就當著 對著館長說 我怎麼會跑 落跑 酸 他不是講這個嗎 那一段後來在韓國瑜 宣布要選總統 Yes I do以後 那一段網路上就廣發 所有人都看到 年輕朋友他們都看到那一段 就是看到你自己說你不會 你會好好做嘛 是 叫你落跑 年輕人很在意誠信 所以為什麼那一陣子 大家如果有看新聞的話 那時候也不是高雄市 不是有頒獎 學生那個頒獎 不是後來有學生就出來嗆他嗎 他就是因為館長那個影片 連國中生都嗆 對啊就是因為年輕人朋友 他們的心比較純真 我們說我們大人比較邪惡 但是說我們大人會思考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會想到 可是年輕人他們不會想那麼多 他就是覺得我就是要誠實 你就自己說謊 你就自己說說不要 所以為什麼丟到一本書 叫為什麼愛說謊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從這個事情以後 他對他的大傷 他那年輕人朋友 那個之前講的那句話 後來開始年輕朋友 一旦不喜歡你以後 他就會開始去更關心新聞 然後更關心說 你講的每一句話 是不是都開始 天馬行公 黑白講 所以你看後來他的民意支持度 是不是一路就開始往下降 這裡面降最多的 就是年輕朋友的支持度 這個另外就是 等一下請敏鳳 因為敏鳳是女性 就是王小姐事件 對女性不再有影響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其實我看韓市長 已經不曉得講了幾次 就是說九成的媒體 都一直在監督他 沒有監督執政黨 其實不是監督他 是因為他的言行有討論的空間 對不對 公益膽比較有收視率 那其中就是這個王小姐事件 那我想請教敏鳳 作為女性 到底女性會不會關心這個事 我覺得女生都會很關心這件事情 而且對她的婦女選票是有影響的 所以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東西 她從來也沒有證實過 他們兩個夫妻在應對 而且王小姐那個 對不起 李嘉芬是否認 有王小姐這件事 對 那個王小姐在接受採訪 就是說她跟韓國 也是純粹的投資跟打麻將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往來 是沒有錯 問題是大家很難想像 就是說一個女性的朋友 會做到說你拿錢出來 幫她投資六百萬 然後每天去她家裡面打麻將 這個大家會覺得心裡面怪怪的吧 然後你又覺得 人家說你又不是說 家裡面的那個經濟的主要來源 你可能還被嘉芬姐養了 養很久 然後你知道嗎 對不起 嘉芬姐 對不起很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始終都沒有處理好 那當然李嘉芬是最近才講說 我 我什麼 你不愛我 你就慘了 什麼 我們都挺好的沒事 問題是那些 那些女生一定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是因為政治才出來說否認或是幹嘛 那真的就實際上在婚姻裡面 韓國瑜是對不起你加分的 搞不好他是這樣想的 對不對 那所以說 也不是有韓國女生就講說 她為了這件事情她不投韓國瑜了 有這種 有啊 就還是有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多 很多婦女都會有 就已經結婚的婦女都會感同身受的 因為你家庭裡面 老公如果外遇 然後自己沒什麼錢養家 靠我養家 然後你拿錢給別人 這是大家很難想像嘛 不是嗎 就是說男生的責任感跟家對家庭的責任感到底是在哪裡 這個選舉就是差就差了 這幾十萬票這幾十萬票這樣累積起來 有影響嗎 一定有影響 其實我們一路看韓國瑜這機會 他非常好玩 我自己接觸到的 有的人可能會在乎的是 你怎麼會打麻將到底有六百萬 有的人是看到那個戳腳受不了 我也遇到好幾個人是遇到戳腳 看到他那個 歐里瑞爾辯論的時候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遇到郭董 他們旁邊那個劉後頭 他跟我們講說戳腳算什麼 國民黨初選的時候就這樣子了 初選的時候就怎樣了 就戳腳 就有很多 他就有很多怪動作 真的喔 比如說那 那時候他沒有發現 因為不會去take那個鏡頭 他說韓國瑜那時候很奇怪 他就站在那邊就會動來動去的 難怪忽然間就彎腰下去 就令人很想像 有的人是因為南港 因為我後來聽 買房子那個事情 對 我問你 你如果六百萬這個事情沒有給太太知道 你會怎樣 我跟你講 我會一直叫我們太太離婚 你就是離 我們太太的名言是什麼 陳東豪我不會管你 我放牛吃草 但你自己做事你自己負責 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 你太太講都講很嚴 但實際上 我可是我不敢賭 我不敢賭 他在跟你講 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 你要不要賭這一把 我不敢賭 你一次做了沒 不敢啊 一次就毀了 他不是給了一次機會嗎 沒有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 絕對不會有第二次 就一次就不行 那很可怕 所以他放牛吃草 然後你看到新聞 我跟我老婆說 我說如果這樣子要拿六百萬 跟一個就是跟交一個 交一個朋友要花六百萬 我真的這一輩子不是一年 你如果注意的是 是王小姐先拿六百萬給韓國瑜 韓國瑜再還他六百萬 我要我要 我要先認識一個 可以不要講六百萬 先認識一個朋友 願意拿六十萬給我花 對不對 後來沒辦法再還他六十萬 他們的說法是說 他們投資 然後韓國瑜先沒有給錢 然後是後來賠了以後 王小姐跟他要六百萬 問題是 我沒有絕對不會相信 你會認識一個女生的朋友 然後他拿錢給你 你確定有前面這一段嗎 有拿錢先給韓國瑜 六百萬這一段 我也不確定 但是人家這樣子講啊 不是 你相信說 我沒有投資 然後你先去投資 輸了我再給你錢 你相信這個事 我覺得這種事情 公道自在人心 舉頭三尺有成人 大家心裡有一把尺 其實我還不再賣公票 來行這條尺 有些東西 我們只能在私底下看電視聊 但是大家 我相信大家在看電視的時候 心裡會有一把自己的道德的尺 是非公斷 那都每個人心裡知道一知道 所以你說 這件事對他有兇嗎 有兇啦 但是但是我要講喔 最近大家如果有看政論節目 或是那個競選晚會 這幾天喔 韓國瑜那邊很妙 韓國瑜白天有行程 但是他晚上 晚會大肇事的時候 他是消失的喔 是李嘉芬站在台上喔 然後李嘉芬還去 媽祖廟說沒有那個事情 然後在台上 對著下面那個 所有的群眾說 就是開始講他的政見 然後開始講說 他的事 心情路歷程 我覺得那個有吹票效果 有喔 因為這時候李嘉芬是一個 不管怎麼樣 他是不是一個受委屈者 我們不管韓國瑜 跟王小姐的事情 總之可以公認 是李嘉芬受了委屈 這個受委屈者 他在台上 對著下面的那些群眾說 他受的委屈 然後外面怎麼黑他 然後他們的家庭 那個東西 對下面的婦女來講 是有吹票力的 尤其是有婚禮 一定有 普普媽媽回去跟他們說 你如果不去韓國瑜 你老爸不要叫我睡 我讓你睡 就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所以他們這個操作很厲害 因為我昨天跟潘恆旭 在講這個的時候 潘恆旭他就笑笑 他就 那個表情就是啊 因為主持人就問潘恆旭說 為什麼你們不讓韓國瑜出來 應該是韓國瑜是主帥嗎 然後韓國瑜修期 然後反而是李嘉芬在台上 潘恆旭也不講兩句話 我覺得以潘恆旭那種 他過去在操作中演唱會的經驗 我們認為他是 他是有意讓李嘉芬在那邊 然後以一個 就是我告訴我受委屈者的情況來吹票 李嘉芬出來會比韓國瑜好 對 李嘉芬出來 因為 因為你不管怎麼講 這個社會會比較同情李 就會比較同情李嘉芬 韓國瑜當然兩消 不管是六百萬 還是王小姐事件 都是李嘉芬受害 因為常常就男人 男人搞的事情 就會都讓女人出來替搭 這個情緒一發笑 你就是 所以我們同情李嘉芬就要票投韓國瑜 對啊 你就忘記韓國瑜幹了什麼事情 原來邏輯是這樣 對啊 這神邏輯 來 請看這一張 這個是一月五號桃園大廟 這個開張聖王宮的籤詩 那那天小英總統在桃園造勢 還是早上他去大西跟去爐竹造勢 晚上是這個 你看喔 這個是我先抽這個 這個為蔡總統抽這個 韓市長抽這個 你看抽出來 第一個 籤詩的顏色竟然不一樣 對不對 儲和和戒很清楚的 因為這個抽出來籤詩真的是不同的 不同版本的 第一個 好 第一個你看 金屋西醉 有可能是這已經很久了嘛 這新的嘛 不同大小 這新的這舊的 舊的 所以一個抽到舊一個抽到新的 也是有一個殘疾在裡面 這樣就有殘疾了 我絕對 從來很少碰到這種情況 好 我們看裡面 看那個先佛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金屋西醉兔東林 日夜循環更古今 生道得之無不利 世農工商各蹭心 是好的嗎 功名萬里 這是上上千 韓市長也抽到上千 這是韓國語 蔡 蔡 這兩張蔡 這個是韓市長的 蔡總統的 那你看喔 好玩在哪裡 你看喔 韓市長你看喔 我先抽蔡再抽韓 這個先 這個後 就寫在這裡 但是這個抽的時候 他要求還要再抽一支 來輔助這一支 所以又抽了第二千 但你看韓市長的 好把籌媒延展開 大財大用 建將來 一條大陸 平如長 凡有師為 總蹭懷 你看發達財 高雄發達財寫在這裡 這邊就是韓國瑜市長的師 沒錯 但它裡面很重要的是什麼 你看必須要夫妻偕老 要和和 你看後面這個講的 任務思維 親蔡你走了 事實上韓市長的選舉就是 就很任性啊很帥真啊 這是他的風格啊 那有部分有點像川普的性格 或者那個 或許這種學習或什麼樣 但這裡面講到夫妻是很重要 所以夫妻要曬恩愛是很重要的 把那個王小姐的事情給解決掉 那我說為什麼抽第五支 這兩個裡面都上上肩 怎麼說決定誰勝負呢 你看喔 這裡面講到 一除 應該就差一段了 絕地要要求權 要求權 要追求這個泉水 勞力求之得罪先 無意偶然逢知己 就是貴人啊 相逢攜守上青天 意思是會化凶為己 因為現在幾乎基本上是PK嘛 化凶為己 現在是PK 五五波 聽到消息就PK 很接近 對 那我們看 賴是48年的豬 他配這個賴豬是木豬 那蔡總統是火猴 這兩個配起來叫木火通明 可是韓市長配張前院長呢 是火雞配金馬 所以沒有相助 因為金火相克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達到 當然他有團隊的問題是有型 我說無型的 以生肖跟無型來講 這個一般是馬上豐猴 沒有馬上搭了這個鳳凰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配得很準 但重點你看 上青天對不對 那你看喔 這個 所以對這裡看出來 到底是上條 我有在寶貝確認 就是 大家猜 對 大家猜 好 還沒講完切絲嘛 那麼急幹嘛 因為我就聽不懂 我滴血就流汗 來 對到啦 對到木豬跟那個什麼 因為蔡賴配當時 大家都配不起來 對 但是兩個既然配起來 一個是為雏君而配 那這個配起來就是 照著天意在走 我覺得 為什麼 怎麼說天意 蔡賴照著天意走 因為你想賴當時 賴如果沒有選去跟蔡PK的話 今天他就被邊緣化了嘛 所以他最後一定要配 如果一配下去 那將來他的後局就再忘了 你不覺得嗎 上星天喔 大家看到 你看這個 我這樣好了 我們只有說翻牌 是這邊 還是這邊 不要賭這個 給觀眾看 看完之後再來看後面的 等一下還有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是張律師他特別去抽了很多籤 來解讀 那張律師還有一些籤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小布老師 是 你要怎麼判斷輸贏 我要用塔羅牌 因為剛剛是東方的嘛 對 西方的 西方的其實也蠻厲害的 那我們先來 我們就一個人抽一張 我們要抽嗎 對 要 因為我比較中立 對 然後 敏鳳姐也抽一張 敏鳳先抽 好 你要問什麼 要問什麼 就是我們先來抽韓市長 韓市長的運勢嗎 對 就是他這次選舉的運勢 隨便抽 對 隨便抽一張 對 好 抽到兩張 對 四四抽 我幫他抽一張 你也要一張 對 因為我比較中立 如果說 我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作弊 我們要作弊 沒有 就是有的時候 每一個人他的想法不一樣 對 有時候過度意識型態的人 要抽比較不準 是是是 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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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先來看 就是敏鳳姐抽的 這張牌是錢幣六的逆位 錢幣六的逆位 有沒有看到這個有三個人 代表是說派系分裂 因為三個人都分開嘛 錢往下掉嘛 國民黨的派系分裂 對 分裂啊 就是分三派啊 是是是 所以以我來看他這次要選得很好 我覺得蠻辛苦的 而且我看到說他自己黨內 也有很多人在看他笑話 這是牌說的 對 那在我 這是牌說的 是 而且韓國瑜屬雞嘛 因為雞在冬天會很冷 他會爬不起來 那蔡英文他屬猴 猴只會爬樹木 所以他一定會爬得比雞高 那雞很會叫很會提 但是他飛不起來 所以只會叫而已 那我看到說 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張牌是形容韓國瑜這次的選舉 跳樑小丑 有沒有看到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小丑牌嘛 你比我更不中立耶 我覺得這是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牌說的 對 因為我說是韓先生 對 然後他後面有一個傀儡 有沒有看到 傀儡就是那個黨主席 代表是說這個黨主席是相公 所以打麻將的時候 他是幫 喊的也是他 結果到最後把這個國民黨搞得很差的也是他 所以之後我覺得他應該會越來越不舒服 對 你說那個是吳敦義 對吳敦義 那你看嘛 小丑是不是講話他都會比較快 因為他話講太滿了 所以他過去他在選舉的時候 一選上的時候 趕快他又去就是香港嘛 對不對 然後他兩岸的底線他踩不住 有沒有看到這個有三個人 那其中有一個人 有沒有看到 給我們錢 代表是說對岸北京 意思是說他就是在看北京的臉色 他會選得比較辛苦 他會選得比較辛苦 而且1月11號剛好是發生半月營 也就是半影月 也就是天狗吞月 所以代表是什麼嗎 是不好的相 所以剛好在1月11號的半夜 可是三個候選人應該都受影響 對 三個都會受影響 所以選完之後 我覺得台灣會很混亂 對 會很不好 那像我有一個就是客人 他說他是韓粉的 他來算 他說我恨死韓國瑜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不是說什麼 得名掉得痔瘡嗎 他喊完之後 他們家兩個人真的都得痔瘡 真的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是是 那所以我 我先插一個 得痔瘡 基本上可能跟生活習慣有關係 對 飲食或者酒做 是 至於是不是得名掉得痔瘡 所以要水療 真的 你又來了 真的 你現在是有開店 有開店 我真的體驗了一年多很棒 所以曾大哥這個牌看到說 如果他要贏的話 除非就是有發生一些遺忘 他個人 就是 要不然他要翻轉 會比較辛苦 那我請教一下米鳳 剛剛小木老師說 國民黨派系分裂 所以他們寫得很辛苦 派系有分裂嗎 也不是派系 派系 他們嚴格來講 國民黨沒有算一個很 像民黨這樣的派系 但是你現在韓正瑩跟黨中央是分裂 是沒有錯 根本沒有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而且又掉 蠟隊也多 譬如說王靖平也還沒有歸隊 總之間郭台銘也離開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國民黨真的是內部分 分裂的非常嚴重 那這次沒有辦法整合 到現在也沒有辦法整合完整 那選後呢 我覺得又會更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 我不曉得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的確是一個派系分崩的 然後他基本上沒有派系 可是他還可以分裂成這樣 黨中央跟韓正瑩完全 都沒有辦法溝通 然後完全沒辦法溝通 對 然後韓 那個黨中央是只管自己的 然後韓國也是管他自己的 也不管黨中央 那所以他們就 現在就是隨便 隨便 吳敦一在台上 人家說下架蔡英文 下面人說上架韓國語 吳敦也可以說 不 不是 就是說那多嚴重 就是說不是 不是 韓國語要上架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要上架韓國語 是上架中華民國派 你覺得有個黨主席會在群眾運動 大家群眾的場合裡面 大家都喊上架韓國語的時候 你會跟大家講說 不是 是上架中華民國派嗎 一般來說 會先應賀下面的群眾 對嘛 那不會 到我的氣勢在地 對啊哪會那麼堅持說 不是一定是中華民國派 然後最後發展民國派 講人家的話是要順著順著 譬如說你在國民場場合裡面 一定講說下架蔡英文嘛 然後在民洋的場合 已經下架韓國語 結果不要讓韓國語上 大家還會說 大家群眾回應只會一個好字 一個正面的 不會轉英文不好 不對 怎樣的 那怎麼會突然去問人家這個事情 我認信容這也是 對 對 所以曾大哥你看 不是旁邊有兩個人嗎 代表說他旁邊兩個女人 一個是他的發言人 一個是李嘉芬 所以你看他們很辛苦 每次韓國語他講錯話的時候 對 那個王發言人他就一直在描述 一直在幫他 王元秋 對幫他描描 越描越黑 然後是說像那個 像嘉芬姐 不是最近在戴尾界嗎 對 感覺是說他很像 已經覺得要相信神佛的力量 所以我看說這一次 他真的會戰得蠻辛苦的 是是是 這個我就不懂了 像小夢老師 你的戒指是戴在實名紙 對 為什麼 這個是無名紙 對無名紙 這個是無名紙嘛 實紙 對不起 這個代表說有口服運 會一直有東西吃 真的 那如果是戴在中紙呢 戴在中紙的話 代表是說你的財運會很好 財運會很好 對 中間的話 因為我們通常 如果結婚的人 會戴戒指是戴在無名紙嘛 是 對不對 那戴小指的意思是什麼 這是防小人 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沒有 其實我覺得 要看你做人處事嘛 你做人處事不好的話 或是你那麼多弊端的話 你怎麼戴都一樣 真的真的 那也是要看個人作文 不是啊我是說 從命相學的角度 你們的專業是 戴這個是真的防小人 真的真的 戴後面會防小人 是是是 有防小三的嗎 如果說要防小三的話 就是通常也都是戴這邊 對 都是戴那個文章 有男左女右之分嗎 都沒有 是 其實戴哪一邊都可以 都可以 是是是 OK 好 來 那張醫師 來 你要再說你的籤詞嗎 是 要再說 真的要說 真的很趣 來 要看 你都說到這樣很模糊 都看得聽得都沒有 你剛才說這樣聽得有嗎 聽得... 公道自在人心 打愛自在人心 你看喔 這個是恩主公 一月六號就抽的 你看這個喔 先看這個 我幫這個 這個是蔡總統 這是韓市長的兩個籤詩 但是剛剛不是出了兩個嗎 這個是為了 問選前 是不是還有大事發生 對不對 好 你先看蔡 蔡總統先吧 孝聚山林 凶惡仇 善良無事苦兼憂 主人大笑出門去 不用干戈盜賊羞 現在藍跟綠的對峙就像這樣 一邊氣勢很高昂 很團結 一邊很低調 很安靜 那這個 這個就講得很清楚了 我恩主公我覺得 這牽絲蠻厲害的 你是說綠的很團結 綠的有沒有團結看不出來 不然是哪邊團結 就是藍軍很團結 感覺上很團結 現在藍軍很團結 你看每個照常合都很熱 底下的不要講 底下當然不希望韓國瑜當選 當選那其他人怎麼 怎麼以後選總統 一定是不要讓他當選 這自然的 藍軍的知識藍的想法 誰不讓他當選 那好幾個人都這樣子 不能讓他當選 這是厲害考量 我們都知道 就不用說 但是現在基本上的鋼鐵 鋼鐵含粉就是這樣子 這個情況 你這講的是蔡 對 但是他講的是兩個對字 蔡是主人 他是要對照 兩邊在對照 對不對 那不是笑句嗎 對不對 但是他用得有點深 所以大家看就知道了 主人就是笑笑就好了 不要太激動 對 這個人不是很 不用吃力嗎 就是說不用乾割 盜賊就休了 我根本不用出兵 對方就倒了 所以就是說我抽一個 就是說在選前 三到七天內 還會有特別的事情出現 是另外一個講的 就剩兩天而已 你 等一下 我說千絲盜回去 我們先看這個 你看關鍵也在哪裡 要和和 和和講的當然最重要的是誰 加分解 因為加分是兔子 韓國瑜是火雞 火跟金金基本上沒有完全 雞跟兔六蔥 雞兔同龍 所以這個也有可惜 但是你看這韓國瑜 韓市長的簽詩很奇怪 他是蘇武還鄉對不對 蘇武還鄉是19年後還鄉 我曾經幫劉文雄 在第三次補選市長的時候 幫他抽一個簽詩 就抽到這個簽詩 蘇武還鄉 我問劉文雄 我說 你要簽名檔那個劉文雄 已經做先了 我說你到底離開基隆多久 他說他做市長的機要秘書 到這次選前後十七年 我說那你不定 還鄉要十九年 這個也抽到十九年 那韓市長大概流浪了十幾年 他是修行十幾年 可是裡面很奇怪就是說 喜鹊顏前報好音 知君千里欲歸心 就是要成就了 這個第三句講的是 會有再婚重婚重來一次的意思 所以這對韓市長是不利的 因為現在卡到王小姐的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完整的說明 然後因為雙就是冰 韓冰到現在還不知續向 還沒有出現 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還沒有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講的是確實 他女兒有那麼重要嗎 不重要 我們對年輕人講 應該有點重要性吧 沒有啦 當時有沒有 有幫助 當時確實 韓流的時候應該不錯 現在玩出來還沒辦法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不出來 我們比較期待 他女兒如果簽一個男朋友 或是說宣布結婚的 這個可能比較有驚喜吧 一韓兵大家也看過很多次 加加住這個 好 這是這個牽絲 但是重點在合合 所以說我是問說 這兩個看不出來 勝負的情況下 到底怎麼樣去 中間會有什麼變化 他說會有變化 所以以這個十九千來做 十九是不好的 可是馬英九最喜歡一九 所以他做了總統過程中 都不太順利 所以他有總統命 沒有總統運 碰到八八風災 碰到很多不如意 不如法 對 所以你看這裡面很重要 這個牽絲的手 叫做劉志遠 後漢的皇帝劉志遠 得月事 得天下 但是劉志遠這個人很重要 他曾經戰過瓜京 瓜京是什麼意思 北農的總經理 這不是抱了一堆橄欖菜嗎 所以這有點隱喻到 兩軍對峙的牽絲 所以這個是有道理 所以你還有多少牽絲 好 再來一個 不是 我是說還有多少 兩個 還有兩個 OK 但我們要選一個公告 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張醫師稍待一下 你這樣走幾間公共廟去抽 五間 五間 你說為了上這個節目 還是說你想了解真正的狀況 我想了解真相 只是說要去研究 因為這個時局是千萬人 可以影響全世界的民主政治 所以我們想知道天意跟神恩 是如何配合 是是是 美鳳 台灣的這種選舉 國際上矚目嗎 當然很矚目 因為那個 因為這是剛好簽到中美的聯動 所以你看美國在支持台灣的部分 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說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中間的保 其實在我們 美國應該是支持小英 他非常明顯會支持小英 那其實這場選舉 在很多人的判斷裡面 其實沒有那麼激烈 大家說2012年 這個投票率很高 是2012年真的很激烈 就是那時候馬英九要連任 可是小英也很強 小英那些事也不錯 不然會輸去 所以那時局上面 那個實力上面非常的接近 可是這次實力接近的程度 沒有向上是那麼強 所以說你就選情的機械程度 根本沒有那麼強的新聞度跟報導度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媒體都在 很多外國媒體都在報台灣的這個新聞 然後新聞都在講這個 親中跟親美勢力的對決 然後尤其是把韓國瑜 其實有時候也覺得說 我們看這個選舉 看那麼多人 這一次全部總統都還在討論八卦 這也是很難得一見 那問題是難得一見這種八卦 這個外面的媒體也是爆得很熱烈 對不對 你會把韓國瑜形容成一個 比較親中的候選人 那把這個蔡英文就是說 他很愛養寵物什麼之類 那我覺得就是連養寵物或是候選人 也包括形容宋楚瑜也都寫進去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當然是比較特別 就是跟以前其實我覺得關注度沒有這麼大 即使在二零一二年那麼激烈的程度下面 然後美方的動作今年特別的 特別的清楚 多 具體 對 很具體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定是聽得到 所謂的整個中美的格局 全球的互動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說 今年的選舉雖然不激烈 但是很重要 我在外面 剛才最大的人問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 什麼人會贏 第二 贏多少 第三 王小姐是真的假的 東豪有人會問你嗎 你覺得你碰到最多的問題是什麼 差不多啦 也差不多 因為你看看連李嘉芬他自己都講 他的朋友都會從國外打電話問他 就難免會犯錯 如果你自己的朋友都打電話跟你講這個話 你就知道王小姐的威力有多大 好 那義中人家問你的問題是什麼 真的也是 也是這生的問題 比較不會問誰會贏 排序不一定 誰會贏這件事 可能會先問 應該就是說會輸多少 會贏多少 會贏多少 因為誰贏誰輸 大家之前如果看數字的話 比較清楚 所以大家都心目中都認為已經 輸贏一定 但是差距多少 這個是大家在討論 因為這個差距會影響到 不只是總統 還有包括立委 人本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三張票 可是我們往往我們會激起你投票意願的 最強的一張票一定是總統票 總統票投完你會順便投區域立委 然後你再順便投那張政黨票 所以現在就是說你如果差距大 我是假定說蔡英文如果銀行國瑜很多 那當然區域立委他又順 他又連帶了他投蔡英文 順便會把區域立委投進去 那民進黨的區域立委可能就 加上不分區可能就會過半 這就是像現在的情況 行政立法都拿下來 但如果差距不大的話 假定蔡英文還是贏 但是他差距沒有很大的話 那這個表示很多支持蔡英文的票 沒有開出來 可能年輕朋友他沒有回去投票 他沒去投票他就沒辦法投立委 不然投立委連帶來 這政黨票他也沒投 所以可能國會這一塊 所以民進黨就可能沒辦法過 有沒有會有人問你問題嗎 最關心的 最關心的就是會差多少 所以他裡面心裡輸贏已經感覺 對啊 李明賢問我也是問我差多少 誰誰 李明賢 李明賢 國民黨是議員 人家當然他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他問我差多少 可以可以這樣子可以這樣 這樣李明賢才不會倒霉 對啊你不要亂講 你要沒有怎樣 因為這個人會誤會你知道嗎 差多少一個是差多少對不對 對 另外一個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就是王小姐當然是怎麼樣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還沒有別的 不是說還有別的嗎 對 大家在想的就是說 剩下兩天還有沒有震撼蛋 我們今天其實沒有講誰輸誰贏 只是說一般的選民會心目 心裡面已經有一個定見說 誰輸誰贏了 對不對 應該是剛剛講的是這樣 可以幫那個小英選一個 我不要抽好了 給張律師 好啊 給張律師 我抽準嗎 對啊 抽準啊 準啊 你是說你很不中立 所以不會準 不是 我黑色很準 沒有 你就是代表季工來抽牌 我有說錯 這個先說明跟師傅沒關係 是個人的牌 好 這麼慎重 好慎重 你剛才給拜上 拜上之後你才抽的 上天 因為你剛才是瞧我 心裡想要上天 OK 對 好 我來自己抽一張好了 對 這兩個搭配 對 天地有個 對 這張牌是一個權杖 這個要搶誰 以我來看就是說 你看這張牌是我幫小英抽的 對 就是有人吹號角嘛 代表是說他這次是真的有貴人幫他 而且有五個貴人 就是五路財神 第一個他要感謝的是習近平 為什麼 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剛好出來 幫我們的忙 台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對 這個影響很大 第二個要謝謝韓市長 因為他先中高雄市長 如果今天他沒有中高雄市長 他會變悲劇英雄 他下次要 你要在總統大學要贏他 真的很不好贏 所以我們把他鎖在高雄 非常好 他如果是高雄 做細擬 然後政績很好 對 情勢就不一樣 不一樣了 第三個要謝謝宋楚瑜 為什麼 因為他出來攪局 所以他也會吸走了 他國民黨的一些票員 那第四個要感謝就是 林鄭月娥香港 我如果可以作詞作曲 我如果把宋先生做一首競選歌 那個歌名就叫 這是最後一次 是 推了錯過一號 最後一戰 不過我看他還會再出來 他還會再出來 你怎麼這麼怕 對 還會再出來 而且他會跟郭台銘一起結合 真的這我有看到 市民黨要換人經營了 怎麼還會出來 是是是 我有感覺這個 然後第五個要感謝的是川普 什麼什麼 宋先生現在幾歲 宋先生七十八 蜀陽的 七十八 換句話說八十二歲 他還會再出來 還會再出來 是是 第五個要謝謝川普 因為川普也幫了我們 對 那其實以這個牌來看的話 有沒有權杖代表是 你看有一個人踩著土地 代表是說我們的主權 真的要守好 再來第二個是說 這是小運真的他有去改革 但是改革你看 他就會有很多人討厭他 可是他什麼都有做 你看像年金嘛 還有那個什麼嘉欣 對不對 還有一些同婚 一例一休 其實我覺得一例一休 台灣做得真的很好 其實我看大陸 因為我常去大陸 叫美系 你又工作很好 真的很好 因為我去大陸有沒有 因為我自己也是老闆嘛 對不對就是我去抓腳 我就問他說 其實你們大陸 一天到底工作幾個小時 然後十六個小時 月休四天 對其實他們很羨慕 我們這種一例一休 應該是說剛推出來 被罵死了 後來有稍微做調整 真的真的 而且像曾丹根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台灣人區外面 尤其是到海外 我們的身分很卑微 像我去瑞士有沒有 就是我們下飛機 要去搭捷運 就一群中國人 就插隊 然後他看我拿台灣護照 他直接罵我 他直接跟我說 不好意思 你是台灣的 浪浪浪浪 是中國優先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聽了很火 你知道嗎 我抓到我的助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拜託我是你的祖先 我是中華民國 對祖先優先 對他聽完有沒有 他馬上 真的一群人退後 真的就是有時候 我們出去也是要表明 我們是你的祖先好不好 對 他沒有說台灣是他們的 沒有 因為他們還是這麼認為 但是他們都忘記了說 是我們比他還要先 站在那塊土地上 我們後來是被你們 這樣子驅離的 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些年輕人 還是要懂一點歷史 對 所以我大概來看是說 小英這次選的應該還不錯 是 我們不講誰輸誰贏 不過 就是說很多人 其實心目中會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定見 那差距會是多少 等一下我們繼續請教來賓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因為還有兩天 越到了投票之前 大家的焦慮感越多 都會怕就覺得說 對方是不是會有這個出什麼招 那再請教一下東豪 接下來還會有震撼單嗎 應該 正常的應該不會有 因為既然叫震撼單就是不正常 你想不到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才會有震撼感 如果你事先可以想得到 都不會有震撼 可是如果沒有新的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的刑票案 完全沒有反應的餘地 所以刑票案 刑票案發生的時候 宋楚瑜是措手不及 措手不及 讓你沒有辦法解釋 對 那時候剛好在跑宋 我就自己印象很清楚 記者會一直等 沒有 刑票案發生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超過一個月 可是 他自己出一個 讓他發笑 對 但是就是說 那天對宋楚瑜很慘 就是說那個記者會是一言再言 就你光是那個開那個記者會 你就等很久 我記得搞到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記者會到底要不要開 十二月十四號 對 你還記不記得 你還記不記得二零零四年的子彈 有 完全沒有反應時間 那個是大家嚇傻了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判斷 判斷說到底是對阿扁有利 還是對連送有利 因為那一子彈門的 兩顆子彈的前一天 我是跟調查局的一個副局長在一起 他也跟我講說八十萬票連送 那顆兩個子彈一發生之後 大家全都撒住 你根本沒辦法判斷 你還記不記得二零一四年的前一天晚上 連勝文 連勝文的一個子彈 那個 都是那個真正的 那天我是在 我本來是在朱立倫的場子 因為朱立倫跟小英很近 直線距離不到五百公尺 那時候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判斷 你只能判斷一件事情 就是兩個候選人怎麼反應 然後朱立倫那個時候 在臺上是郭樹 我記得好像是郭樹春 我後來走到小英的場子 小英在那個捷運站口 在那個市府廣場前面 捷運站那裡 然後蔡英文上去的第一句話 面無表情 很冷靜的 跟人家講說要冷靜 我旁邊就是那種媽媽抱嬰兒 年輕的媽媽抱嬰兒 現場就哭了 那麵開槍 我記得是幾點八點多 那麵 可怕 那麵 那麵 可是到十點就全部 就不能再談了 可是我們節目預言的時候 就預言火發連天眼 就火發開槍打在連的身上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從發生事情 後來到連戰去到臺大看他 臺大醫院看他兒子 連戰出來一個天后台灣 你大概知道說那個對水有靈 那一句話 那麵就一直講一講 制裁開槍的政黨 有些連政黨都沒有講 就大家其實不敢亂講 可是整個氛圍 因為連戰的表現很好 那時候同情連家 可是你反過來講 支持蔡英文的人 或者當時連支持民進黨的人 他也會受到刺激 會永遠出來投票 所以蘇嘉全跟胡志強那一帳 輸很少 小英也才輸十億萬票 就是說蔡英文是民進黨裡面有史以來 第一個拿一百萬票的人 不過我覺得那個這個會 這個投票開票的時候應該會比較明確 就是說不會太膠著 我是覺得應該不會太膠著 不管誰贏誰輸 你太膠著的時候社會情緒容易波動 可是我開票過程當中如果是 就是很快你就知道 某一邊拉開了 社會的情緒其實會比較 四點就開始開了 四點半 四點就開始開了 那很多電視台都會灌票 同步 不是同步 有時候不小心開過頭 對 因為會灌票 大家會覺得說 這一台開比較快 很多台 我不敢說每一台 很多台都假 那我希望電視台不要再這樣 大概什麼時候會明朗 這個 這個我現在就不敢講 不過我想五六點的時候 五點半六點應該就明朗了吧 五點半到六點之間 應該可以判斷得出來 五六點 是 五點的時候還不能說 五點可能還要想 五點不能夠概觀論定 六點的時候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是是是是 OK 那一中呢 一中你覺得差距會多少 我覺得差距會再小一些 你看歷史的輪迴 2008年馬英九贏蔡英文兩百多萬 然後2012年馬英九贏蔡英文是八十萬 沒有啦 那個馬英九贏蔡英文只有一次啦 八十萬 其實七十萬 對不起 2008年的時候馬英九那一次第一次贏 贏蔡英文那贏兩百多萬 然後2012年的馬英九贏蔡英文是贏八十萬 然後到了2016年的蔡英文贏馬英九贏 贏那個蘇利人是三百萬 所以我是用這個 我覺得會比較趨近在2012年的狀態 還有震撼彈嗎 我不敢想這種事情 因為這種 你到台灣的選舉經過這麼多年 但是我覺得台灣民眾現在 因為多次的這種震撼 你剛剛講說 以前陳水平那時候兩顆子彈 然後連勝文的臉中槍 然後包括上一次周子瑜事件 就是這種事情已經多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民眾也會比較 就是這種人說一次兩次三次 邊際效益會遞減 所以這種事情 當然我們不希望發生什麼震撼彈 可是就是說台灣民眾對這種事情 會比較有定見 比較不會因為一個單一的事件 去改變他原本投票的意向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大家也做好了一些比較 就是讀過幾次 這也曾經影響過台灣的總統大學 所以我覺得即便有發生什麼 比較突發的事情 可是對於整個趨勢來講 民眾的心會比較有定見 這個時候美國跟中國 在台灣的用力應該都用很深吧 對啊是 美國也不用講了 美國幾乎是公開的 我第一次看到美國 幾乎是公開的 在支持台灣的候選人 因為過去美國都很隱晦 就是說你到美國去訪問之後 我放了一個什麼新聞 來代表我美國的立場 是支持你還是不支持你 可是今年包括AIT或是 那個直接都是幾乎是支持 公開支持蔡英文的 那中國是這樣 中國它當然比較 這樣講的不曉得 就是它有一些固定的管道 那看起來有一陣子傳出來說 它的這個選情沒有希望了 所以好像有半放棄了 可是問題是並沒有 你在你看那個台商在大陸的 它幾乎也是公開的說 我就是舉辦一個支持韓國瑜的 這種台商聚會 然後就是以前大陸也不敢說 在他們的內地裡面公開舉行 我是支持台灣某一個候選人的 這種參會或是台商聚會 可是今年我們看到這種報導 就公開說 這是台商聚會 就是為了某一個候選人的 所以就是在對賭了 那中美之間的關係就是 就是在這一局裡面很關鍵嘛 因為其實中國 差距如果越小 中國越有下手的空間 對 但問題是現在差距 應該蠻不小的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是很危險的原因 是因為國民黨的候選人 國民黨候選人 雖然跟民進黨比起來 過去會比較輕忠 但是他們會站在這個 所謂的中華民國派的這個界線 但是韓國瑜這個就是 越來越比較前面一點 有點比紅袖柱好一點 但是比紅袖柱還 就比原先這種比較像朱立倫 這種馬英九這種比較正常的 這種是倒要超過一點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這次是那個有亡國感啊 或是有什麼亡黨港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這 那美國人會覺得 我在台灣從大陸過來之後 我一直都在支持你們國民黨 國民黨說 說起來說什麼親中 其實他都是美國人一直支持的政權 從蔣介石來到台灣 對 那他如果沒有支持蔣介石 到台灣早就被毛澤東拿回去了 所以美國人會覺得 我們跟朋友聊天啊 美國人會覺得說你們國民黨 真的是這次真是背叛了我們 美國人 就會叫你們候選人去美國一趟 你們也不願意 那你這是什麼意思嘛 對不對 那事實說 美國人其實去問馬英九 大家說比較親中 但事實上他還是美國比較支持的 也支持的政權啊 不是嗎 這個選舉2012年 他已經表態支持馬英九啊 所以蔡英文才會輸嘛 那所以說沒有道理 而且整個台灣的建軍系統 或是整個情報系統 其實都跟美國幾乎是很相關聯的 然後連這個地位 幾乎連整個這個國際的地位 也是跟美國這樣子相關聯的 那所以說你中共無緣故 就斷了氣了邦交國 然後美國人當然覺得我受到威脅啊 尤其是我請問你習近平今天 今年1月2號那番話 到底是誰改變現狀 大家就講好了 一國兩制台灣方法 對啊 那大概就是說 除了一中各表 你都提供在這些一中 一中的原則這樣 你突然前進到一中 一國兩制 那你誰 你能怪誰說 你質疑你改變現狀 這一次這樣 有多少國際記者會來觀選 國際記者一定都是會有 100個多 100多人以上嘛 主要的媒體都來了 主要的媒體都來了 而且就是美國還要重視 他大概是駐亞洲的 要不要從香港 要不要從北京過來 都會派來 對 是 好 就是我們台灣自己覺得自己是小國 可是國際是非常關心的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好 這個當然了 就是說如果韓市長 他當選了他就當總統 如果韓市長沒有當選 他回去高雄市要面對罷免 是 沒錯 頭路牌看他出來 他把他選了嗎 對 好 那就敏鳳抽一張 我自己也幫他抽一張 美鳳姐你選一個 對啊 對 這個牌來看的話 這個是魔術師 代表是說要罷免還是有點困難 那這個牌我們看到兩個黨派在鬥爭 那就是我的建議 這個牌沒有說 就是說我是覺得也不要把它罷掉 因為有時候把它罷掉 對民進黨不是很好的事 為什麼 因為他會把它操作成政治迫害 那這也是民主素養 譬如說 可是他罷免還是市民投票 你也不能說這個是哪個黨 他把它罷掉 可是他會操作成這樣 他會把它包裝成這樣 如果說 曾大哥如果說我們來看說 如果說他當總統 假設 因為公告是說假設他沒有 如果說他當總統的話 對 他會不會幫高雄更好 讓高雄 因為他不是一直說 這是他的政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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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來選 這個可以 對啊 我也自己也幫他選一個 對啊 這個牌是愚者牌 那代表是說很像不會有什麼變化 高雄 那我看到說 後面憋個包包 上面有個狗 就是狗代表是北京 大陸資金整個會進來 所以他也是有幫助高雄 為什麼狗是北京 有啊 北京狗 從 就是說從北方而來 對 太陽 太陽代表是說 因為他向的是西北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就是 大陸那一塊 對 大陸資金都會進來 所以高雄的房地產 土地全部都上漲 中小企業 尤其是大陸的企業都會進來 所以我們本土企業會很辛苦 但是 很多人還是認為說 進來是好的 對 那我這張牌是說 幫他抽到這張牌有沒有看到 你看 有人會用這樣子在走路嗎 對啊 鄭大哥你看 對對 這是腳那個凹起來嘛 這樣走路有沒有 代表是說 以這個牌來看的話 他如果真的是選總統 選到的話 可能會做不滿 他會這樣走路 你是反過來 是是是 那他可能會更厲害 他是腳盤起來 好 那張醫師 最後關鍵的解釋說 對 這個之前十一月三十號 抽了一個牽絲 更早 三分鐘沒有辦法談很細的 好 什麼沒有 所以你看這個牽絲裡面 這是函 這四 重點是這個牽絲呢 在這個 這個三重的 易天公的牽絲 叫做 觀音收大鵬鳥 觀音收大鵬鳥 什麼叫觀音收大鵬鳥呢 蔡總統收的 你看 蔡總統沒有結婚嘛 所以他這一般 沒有結婚的女人 是拜觀音的 男生的雞叫做大鵬鳥 女生的雞叫鳳凰 所以觀音收大鵬鳥 指的就是觀音跟大鵬鳥的戰爭 這個我覺得是準的 這就是掛陶工的藝術 好 我們請看這個 剛剛講 最後預言的話 什麼事情 這句話我覺得很重要 和和 就是說韓市長能不能夫妻 能夠和諧 家事和樂 然後呢 能夠成就這個大局 要看上天的意思 和他們的努力 還有一個講到 申貴爾 這可能也許是個未爆彈 因為這是恩主公 一月六號特別說的 就是獻前他一個大事 他出的是這個 一九籤的這個牽絲 叫什麼 生小孩就對了 好啦你看喔 等一下看這個 這是一月三號我在 指南宮抽籌籤師 你看這個籤師 呂祖渡何仙姑 是蔡總統抽出來的 就是要登天道 這上級是籤 自得天朽 你看韓市長抽出來什麼 相逢只恐相逢物 只恐相逢物不知 陽公就貧選地理 這個籤要避兇屈吉 隔故重新 也不可以做手 不可以無故 如果才不會無故而得獲 才可以做善而得福 那他說還要特地 呂祖還要給一個 韓市長一個籤師 這個講的是 善人赤福福消 這個獲消福來 但是三七日內有效 意思說這個籤師 出出來之後 三天到七天內 會有大的變化 那這個預言剛剛講的 這個什麼 行天公的籤師 也是呼應的 那差距會多少 差距我認為名牌在這裡 名牌 就是 最記那天的名牌 那天的事情 就是一定代表 影響最大的這一張圖 我認為這張名牌在裡面 仔細看數字 2020 3 所以有人說1號是什麼 最後一戰 2號是不上不下 3號是什麼 Long Lamp 這一張裡面有答案 直接掉來 emphasomin 一定能放過 決定 Mensch